聽到這句話 這下安心了 里長排排站就等侯友宜 到南投鞏固藍營的票倉 縣長許淑華明代道場駐政 品嘗風梨酥現場人氣旺 也反映在最新的美麗島追蹤民調 賴清德增加兩個百分點 侯友宜相較上次突破20%大關 跟柯文哲的拉鋸黃金交叉再擴大 像我最近提的不管是巴士亮表 老人健保以及癌症基金 很多的政見甚至觀光政見 那民進黨就馬上跟進 看來是對自己的政見很滿意 現代民調回升老二 總教練朱立倫拋出藍白卷和 再進一步只不過侯友宜 我是國民島徵召的總統參選人 贏得最後性權副手 時間到了就會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梅正面回應倒是透露副手何時揭曉 但這趟到南投要拚整合 南投議長何勝峰又沒在場 他也沒有招 我已經退黨了 他已經高映過那邊我就認識了 看來侯友宜放棄這一塊 但10號將與賴清德對疊 要守住嘉義加商票 幕僚打Pass不給問了 但侯友宜聽到這題搶回答 家 Uh 高檢署要新北續行偵查 真重實話 一句話簡單帶過 侯友宜不想再惹意 TVB新聞 炎日生李成佑年宣 S小組南投床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